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拍打吸窝 吸窝在膝盖的正后方 伪踪的地方 走的是膀胱经 平时用空掌拍打此处5-10分钟 直至拍出淤点或沙点来 湿气纵的每天拍一次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 去湿的通道 而伪踪便是这个通道上的排污口 如果这里不通畅 可能会导致腰膝疼痛 关节炎症 2 拍打肘窝 肘窝上有肺经的齿折和心包经的曲池 可以起到轻圈废弃 卸火降溺 明心散邪的功效 拍的时候手掌放松 要有节奏的拍 两侧的肘窝分别拍打5-10分钟 先拍左肘窝 再拍右肘窝 会出现不同颜色的毒素反应 颜色越深 说明体内毒素越多 拍打结束后呢 马上喝一杯温开水来加速拍毒 如果出沙比较重 那当天就不要洗澡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日常养生课堂呢 就关注我们吧